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网站美团网和大众点评网的合并 以及旅行平台协程网和去哪儿网的合并 股价随收购交易下滑 尽管这些公司寻求通过抱团来抵挡外部竞争 但是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集团的收购 似乎意在侵入其客户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阿里今年在并购交易上的总投资 已经较去年增长了两倍 最大的一笔交易发生在今年10月16日 当时阿里斥资43亿美元 取得了对优酷土豆的完全控制权 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是 虽然阿里控制了这么多 在市场中占据领先的互联网公司 但是其股价却一直在下滑 阿里股价走势 过去两年 马云实施的疯狂收购交易 甚至都会让剁手党们感到极度 阿里先后收购或入股了UCU式 高德地图 快的打车 美团网 苏宁 优酷土豆等 很明显 阿里的野心是想创造一战式互联网访问平台 但与此同时 金融大鹅 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几乎清空了他所持有的阿里股份 老虎系基金减持了阿里和百度的股份 摩根士丹利甚至将阿里 从其亚太焦点股名单 focus list中移除 那么 为何阿里的股价会随着收购交易的增多而下滑呢 我们首先从阿里 收购优酷 社交网络 土豆 视频 开始分析 看看阿里这笔收购交易的意图 到底是什么 为广告而战 首先 从社交网络层面来看 阿里投资的默默 旗下的来往 以及丁丁 Dentalk等产品 在与腾讯微信的竞争中惨败 为了降低微信 对于中国社交 网络世界的主导 阿里尝试了一切努力 甚至一度在支付宝中 整合了一项名为 月后集焚的功能 但是作用不大 很多人嘲讽称 阿里的月后集焚功能 不顾用户体验 是一款奇怪的产品 似乎只为成人内容的传播 提供便利 互联网家 在中国已经成为了 一个流行词语 但是不禁要问的是 互联网究竟应该加上些什么 答案是三个关键词 搜索 贸易和社交网络 正好对应了 中国三大互联网巨头百度 阿里和腾讯 BAT 以及美国的谷歌 亚马逊和Facebook 它们本质上 都是广告公司 以谷歌为例 该公司占据了 总互联网广告营收的 47-400分号 Facebook占据 7-100分号 你也可以这么记 不管一家公司的核心义务 是什么 社交网络 在用户行为数据方面 提供了最为丰富的资源 根据连线杂志 近期的一项调查 70%的受访者信任 有用户生成的信息和内容 而不是平台上 植入的广告 这也是为什么 谷歌自主开发 Google家 收购YouTube的原因 Facebook之所以 收购WhatsApp和Instagram 也是因为这两款 应用对当今的年轻人 有很大吸引力 同样的 阿里专注的 战略与腾讯 京东的京腾计划类似 通过挖掘用户数据 为投放目标广告扑平道路 现在再来说说视频 和百度的爱奇艺腾讯视频相比 阿里缺乏一个 连接其在线视频网站的终端 尽管阿里影业 持有多个上游电影 和电视网络的版权 但是其只提供了一个 访问网络电视节目的 设备天猫磨合 相比之下 美国在线视频网站 Netflix成功进入了 Virgin Media旗下的 基顶核平台 并结合大数据 制作了备受欢迎的 电视剧纸牌屋 Netflix版的纸牌屋 基于BBC之前制作的迷你剧 但根据数据 显示的用户偏好 为美国观众量身打造 纸牌屋的成功 在几年内转化为了 百分之一千的 Netflix股价涨幅 这些只可能在中国行得通 这里缺乏相关的法律 和监管条例 在用户隐私保护上 并不严格 并鼓励互联网公司 跨行业垄断 难怪阿里 在文化和娱乐行业上 进行如此庞大的投资了 从2014年至2015年的投资清单上 可以看出 尽管BAT在O2O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 但是百度专注于教育 阿里专注于娱乐 腾讯专注于在线游戏的核心义务